咱这个糖刀测评咱就不搞了 咱看别的阿部都搞挺多了 咱这一视频就是首先要弄明白一个问题 糖刀该不该骂 它是该骂的 但是我们要骂的是谁 究竟是那些买了的玩家 还是出了的策划 首先啊这个糖刀分别的刀 就两点不同 一咱不能直接买 二是什么 它有四段斩 这个四段斩吧 容错率在刀里面 我们可以就是最顶级的了 它四段都有伤害 但只会触发两段伤害 但是这任意两段呀 它跟别的手枪比呢 它没有MW要二十发 三枪死那么高的容忠率 但是人家是手枪啊 人家没有那个耳机 看能不能差不多 但我们稍微手枪不弹 它的容忠率确实是高得过分了 这明显是属性上的不平衡 但是卖的是什么 卖的就是属性 为什么要卖属性 因为要卖属性才有人买 但是你可能会说 啊卖属性 你个狗 但我问你啊 就这刀要跟五十刀一样 那咋办嘛 那没人买的呀 这就有个特效 买的人还是少 你可能 那他要赚钱的呀 是吧 你可能说他赚钱干什么呀 啊 你就赚你那个B钱 整天不给玩家发福利 讲真的 他在同类游戏中发福利算多的了 但是 赚的钱去哪了呢 这就回到了问题上面了 因为运营服务器 要有成本的呀 你想嘛 我要是一个服务器运营者 我是听你这个一分钱都不出 你整天给你支挖乱掉 还烦得要死的人 你对游戏的贡献是什么呢 增加了我的一个玩家 然后呢 没有了吧 所以说 他的目标人群 还是那群真正充了钱 给服务器做出贡献的人 懂了吧 你就说 你骂可以 但是 你不能骂他充钱是错的 是不对的这件事情 糖刀这件事情的平衡性 他做的确实不好 但是我们骂的目标是谁呢 我们骂的目标是策划 而不是你在游戏里面看见的一个人 拿了糖刀 你跟他讲 你个狗 糖刀把你母 怎么呢 怎么怎么样 你骂他 有什么意义呢 那请问刀是谁出的 策划吧 他只是干什么 他只是买下了他而已 比如说 他所做的 你是付钱 拿属性这件事情 天经地义 是不是 我花钱了 我拿到东西了 那属性怎么样 游戏出的呀 不知道我什么事情啊 我只是享受到快乐呀 是不是 但是现在我们骂的是玩家 我们骂的是自己人呀 对不对 我们骂的是 那些玩这个游戏的自己人 而不是那个把这个 超模道具拿上来的策划 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什么 你们大家都想 或者大家人手一把刀 或者把刀削弱 是不是 那么你骂那些买了的人 有什么用吗 没有吧 你们只能在这里 啊 内扛 啊 知道吧 内扛 啊 内扛知道吧 然后内控结束了 完了以后 你获得了什么 你获得了近年呀 那除此以外 你还获得了什么 刀出了吗 没有吧 刀削了吗 没有吧 你可能会说 你个狗 你买了糖刀 你给人洗 但是问题是什么 我买了 我才知道他有多强 我觉得他应该消 我赞成他削弱 或许我赞成应该出黑铁的版本 那么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黑铁没有出 玩家之间在内厚 那么 坐收于公之利的 还是这个策划呀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应该把正确的火力点 对到正确的事情上面 不要内护 懂吧 策划 你妈 身体健康